尹正蒋梦杰恋情被官宣 网友吐槽 陈祥这嘴也太快了 最近我家内闺女这档综艺节目 可以说关注度颇高 因为前一段时间 郑爽这个超级热搜体制的加盟 让这档节目完全地打开了知名度 节目本身也是展现女明星荧幕外的另一面 对于观众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时不时就会有很多话题登上热搜 今天一早关于嘉宾蒋梦杰 与尹正的恋情绯闻 就引发了大家的积极讨论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嘉宾主持陈祥就突然cue到了 蒋梦杰与尹正之前被拍到的事情 蒋梦杰的爸爸一时间不知所措 连说了几个我才组织好了语言 说那不能叫绯闻 自己的女儿有谈恋爱的权利 其实关于蒋梦杰与尹正的绯闻 在今年2月3日就被爆料了 有人拍到两人穿着同款羽绒服 在纽约的一家日料店吃饭 之后还拍到两人一起逛街 同回酒店的视频 但是两人都没有明确回应 这一次陈祥的爆料 让观众纷纷表示 陈祥这嘴也太快了 不过也有观众表示 这可能是节目安排好的 已经提前对好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